当我们一种新生赞美 比较遗憾的去往 耶稣降生才是像一切在耶稣一样 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Day 耶稣降生彩唱 亲爱的朋友今天呢 我们要来读一段经文 是我们很熟悉的圣诞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今天我要邀请大家 可不可以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的话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也请班徒的同工 跟着我们一起来读 一 二 三 当犀利王的时候 耶稣身在犹太的伯利痕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 特来拜他 希利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 问他们说 基督当身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 在犹太的伯利痕 因为有先知记者说 犹大帝的伯利痕啊 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羊我以色列明 当下 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来 细问那星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参应他们往伯利痕去 说 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 寻到了就来报信 我也好去拜他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 忽然在他们前头行 执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星 就大大的欢喜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 就俯俯拜那小孩子 揭开宝盒 拿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 Amen 这段圣经呢 让我们去思想三件事情 第一个 是The King 是君王 我们思想The King 君王 这段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 他说 当希律王的时候 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横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说 那个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心 特地来拜他 在西方教会的传统里面 他们说这个不只是博士 不只是博学多文之人 西方的传统说是 Three Kings 他们说他们是三个国王 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国王 可是至少我们知道 他们是非常博学的人 特别是在天文学上面 有很高深的知识 如果你知道在当时的东方 也就是现在的波斯帝国一带 两河流域的地方 是以天文跟力算 跟数学闻名的 所以他们有非常高的天文学的知识 他们对于历法 他们对于数学都有非常高深的学问 所以他们看到了一颗心 他们就知道有一个重要的人诞生了 他们特地要来拜他 我们要去思想一件事情 是什么让这些博士千里迢迢 跋山涉水 横跨沙漠而来 那个时刻要长途旅行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特别要横跨沙漠 是非常危险的事 其实直到今天为止 横跨沙漠都是很危险的事 怎么说 为了要帮助你能够明白 在前一阵子澳洲有一个新闻是这样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 他们带着他们12岁的儿子 跟3岁的儿子 他们一起出去玩 那你知道如果我们常去澳洲 你去到这个雪梨墨尔本 这个都是在东澳的部分 就是在沿海的地方 可是在澳洲其实很大一块 是沙漠的地带 所以他们就想要去沙漠的地方玩 他们想要去那些比较冒险 比较刺激的 你可以看看接下来这个图 这个地图 他们想要去这个 Willow Raw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图上面 有标出来的一个小镇 在沙漠当中的一个小镇 可是他们在通往 这个Willow Raw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他们的车子 就没有油了 就是他在通往这个的过程当中 他就完完全全的 车子就没有油了 没有油就抛锚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想要去往 他们就开始想要往前去走 走到村庄里面去 但他们才走出去呢 后来警察是在离车子4.5公里的地方 发现了爸爸妈妈跟三岁儿子的尸体 因为在当时摄氏四十几度的高温之下 他们活活地被晒死了 然后呢 他的另外一个儿子 十二岁的儿子体力比较好一点 再往前走了几百公尺 就发现十二岁儿子的尸体 所以他们全家就这样死在沙漠的里面 今天你有最先进的科技 你有车子 你都还会在要横跨沙漠 都是一件这么危险的事情 更何况那个时代呢 那可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 这些博士为什么他们要千里迢迢的 他们要横跨沙漠来这个地方 难道这些天文学家 难道这些博学之人 这些有地位的人 难道他们是闲闲没事做吗 难道他们没有他们的工作 难道他们没有他们的事业 难道他们没有他们的家庭吗 没有车子 他们到底要旅行多久的时间 才能够到达耶路撒冷呢 亲爱的朋友 另外这边告诉我们说 他们不是来看他的 他们是来拜他的 他们不是来看他是来拜他的 他们是要来朝拜他的 第四个 他们的国家里面没有王吗 他们的国家里面 当然有他们国家的王 就是他们来到犹太人的地方 犹太人也有他们的王 那个王叫做西律王 首先他是先到了耶路撒冷 来找西律王 所以西律王就告诉 你要知道一件事 他们不是来拜西律王 是西律王听到有东方的博士 特别要来朝拜 然后西律王就把他找过来 亲爱的朋友 除非他们知道他们要拜的人 超越他们国家的王 也超越犹太人的王 除非他们知道他们要拜的王 是超越了国境的凡离 他们知道他们要拜的王 是超越了种族的凡离 除非他们知道这个王 比他们国家的王还要大 比犹太人的王还要大 所以他们一心一念 只是要来朝拜 这个全人类的君王 所以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思想一件事情 他们认识谁是The King 他们知道谁是The King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差题一下 我考一个问题 我们当中猜猜看 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猜一些歌曲对不对 猜猜看谁是人类历史上面 最畅销最卖座的 个人音乐艺术家 谁是人类历史上面 最畅销的个人音乐艺术家 有人说Michael Jackson 我告诉你答案是 对我们很多人答对了 这跟我们的年纪有点关系 猫王 猫王他总共在全世界 卖出超过六亿张的专辑 他得过三次葛莱梅奖 而且他得到葛莱梅奖的 终生成就奖的时候 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得主 因为你知道终生成就奖 感觉是他那种70岁 80岁才能够得到终生成就奖 对不对 可是他的葛莱梅 得到终生成就奖的时候 是36岁 他就得到终生成就奖 那么当时他就被称为 The King of Rock and Roll 摇滚乐之王 The King of Rock and Roll 然后他的简称叫The King 很多人就称为他 说叫The King 可是猫王说了一句话 他说 他说 I am not the king Jesus Christ is the king I am just an entertainer 我不是王 耶稣基督才是王 我只不过是个义人而已 他的朋友当人们都说 你是王 你是天王 他说我哪里是天王 只有一个真正的王 就是耶稣基督 我不是个王 我只是个义人 亲爱的朋友 今天有需要多少的义人 他们说 我怎么可能是天王 因为在天上的君王 只有一个而已 Amen 我怎么可能是男神或女神 因为神只有一个而已 亲爱的朋友 需要更多人知道 我们不是王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不管我们多么有成就 不管我们多么有名 不管我们多么有人们的掌声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不是王 弟兄我们在家里面不是王 在我们的职场当中 我们不是王 我们要知道王 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 像猫王所说的 我们不过是个义人 或是我们不过是个经理 或是我们不过是个老师 或是我们不过是个医生 或是我们不过是个厨师 我们不过是个业务员 我们不过是个工程师 我们不过是个记者 我们不过是个社工 不管我们在我们的领域当中 多么有成就 但是我们不过是这个专业的人 而我们不是王 Amen 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为他才是王 他才是王 美国第二任的总统 也是美国的开国元老 叫John Adams John Adams他这么说 他说了一句话 你知道当时美国是从英国的殖民地独立的 在英国里面他们有国王 可是当他们独立的时候 这个John Adams这么说 他说我是个总统 但是我要说我们承认除了上帝之外 再无统治者 除了耶稣之外 再无君王 所以我们不是这个土地的统治者 我们也不是这个土地的君王 因为统治者只有上帝 因为君王 他是耶稣 Amen 这句话树立了美国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就是他们一直走在民主的政体里面 他们没有 King John Adams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是他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 知道他纵然贵为美国的总统 但他也只不过是个人罢了 这件事情让他的家庭很蒙福 所以他的儿子John Quincy Adams 后来也当上了美国的总统 但虽然他们家出了两个美国总统 但他知道一件事情 他们不是王 他们只不过是政治家而已 真正的王是耶稣基督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是不是知道 Jesus is the king 耶稣基督他是王 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王吗 今天我要问这个问题 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生命当中的君王 让耶稣成我们生命的君王吧 第二个是The Star 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看到The Star 第九节到第十节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颗星 忽然在他们前头行 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个星 就大大的欢喜 亲爱的朋友 有一个星出现了 他们就知道有个重要的人物诞生了 而且那个星在他们前面 带领他们的方向 一直到他们去到伯利恒 找到了耶稣 亲爱的朋友今天 我要告诉你说 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神话 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天文学家 叫Johannes Kepler 叫克普勒 如果你在中学的时候读过 你就知道克普勒定律 你读过克普勒定律 克普勒就这么说 在西元前七世纪 根据他的研究 当时土星跟木星 在某一个地方交汇了 今天我不是要跟你讲天文学 就是在西元前七年的 五月份跟十月跟十一月份 就是当时这个星星 木星跟土星他们交汇 可是我要跟你说 神可能透过某一个 自然界的现象 来做很奇妙的事情 但神也可能用超自然的现象 来做这个奇妙的事情 有些神学家就会说 他为什么一定要是 天文当中的天象呢 他能不能是个天使 超自然的 用一个星星的形态 来带领他们的方向呢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神可以透过 你的老板跟主管来祝福你 神也可以超自然的 祝福你的财物 神可以透过医生 来医治你的身体 但神也可以超自然的 来医治你的身体 不管借着自然来祝福你 或是借着超自然来祝福你 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Amen 神当然可以透过天上的星星 来带领他们 但是神也可以用超自然的方式 是天使在前面带领他们 是天使像一个星星的形状 来带领他们前面的方向 但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今天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你渴望你的人生当中 有这个领路的心呢 这个领路的心就是 会在前面带领你的方向 你知道有些时候 我们在黑暗的当中 我们很希望能够被照亮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 迟到进到电影院当中的经历 就电影已经开演了 然后你要开始找位子 然后可是一切都很暗 你刚刚从一个亮的地方 走进到那个电影院的 放映厅里面去 一切都是暗的 但幸好你可以看到 椅子的下面有写 A B C D E F G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哪几排 你可以看到这几号到几号 然后就可以走进去 亲爱的朋友 我们很需要在黑暗当中 有光而且照亮 告诉我们走这条路 这是为什么 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 神要使我们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们走异路 神要引导我们走异路 圣经上也将告诉我们说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就好像在电影院里面 你所看到的那些号码 会告诉你 你要走进这个位置 这是属于你的位置 亲爱的朋友 神的话像脚前的灯 像路上的光 像在黑暗当中 你可以看见 这个是属于我的位置 这个是神给我的计划 这个是神给我的命定 这是神要我尽到的祝福的当中 所以亲爱的朋友 今天让神来带领我们 我们当中是不是渴望 我们的人生在最深的黑夜里面 有一个最亮的心 来指引我们的方向 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 抉择的时刻里面 有一个领路的心告诉我们 继续执走 在这个地方做个转弯吧 向右转或向左转 我们多么期待神能够告诉我们 我们是不是要继续在这个工作的上面 还是该是我们转换一个工作的时候了 如果我们转换一个工作的话 我们要接受这个offer 还是要接受这个offer 我们是要继续在这个领域 这个产业当中 还是我们应该要换另外一个领域 跟另外一个产业了 我们需要告诉 有些时候我们要做决定 我们到底是不是要在这个地方投资 还是我们的投资 要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我们应该在这个城市里面买房子 还是我们应该搬离这个地方 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买房子 我们要不要接受公司外派的要求 我们要不要再生一个孩子 亲爱的朋友 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 我们需要做的抉择 在这些抉择的时刻 我们好希望神能够引导我们的道路 告诉我们直走 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转弯 向哪里转 我们需要神来告诉我们 第二个 神不只是那个领路的心 还有诚心 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十六节 这边告诉我们说 差遣了我的使者 为众教会向你们证明这些事的 就是我耶稣 耶稣这么说 差遣使者 向教会来证明的 就是我 耶稣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要告诉你 我只不过是 耶稣基督的使者 耶稣基督派我 站在这个教会的面前 向你证明 祂是真实的 耶稣基督拆派我 站在你的面前 向你证明 耶稣基督是君王 耶稣基督是那一颗心 耶稣他说 是我耶稣 我是大位的根 又是大位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成心 耶稣说 我是明亮的成心 耶稣是明亮的成心 bright morning star 什么是bright morning star 你知道明亮的成心 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那种 很早起 起来运动的经验 也许清晨四点 然后你起床 来 然后你就看到天色还是黑的 可是你知道在过没有多久 天色就要慢慢转为黎明的 在那个时刻 你会看见天上 除了有月亮之外呢 太阳还没有出现 除了月亮之外 还会有一颗明亮的星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要告诉你 这就是bright morning star 我要先给你看到 你看到在这个图上面 这个不是一个 这不是什么 美工设计的人 他们所批的图 他们说用photoshop 所做出来的图 不不不 这是一个天文学上面 一个很正式的图 OK 在这个图上面 你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个很发亮的 然后那个 甚至那个发亮 它的光倒映在海面上的 有看到吗 OK 我告诉你 那就是morning star 你说 牧师 你确定那不是月亮吗 我可以告诉你 在那个天文学上面 这个叫做morning star 这张图片 你可以在英文版的 维基百科全书上面 找到这张图片 我要把这张图片下面 英文版维基百科全书 维基百科在下面 他所写的这句英文 照实地念出来 Venus is always brighter than the brightest stars outside the solar system as can be seen here over the pacific ocean 金星总是比太阳系外 最亮的星星更亮 就像在太平洋上空 看到的那样 这个星星是金星 Venus 这个星星呢 很亮很亮 亮到一个地步 就是它比所有太阳系之外的星星 都还要亮 这叫做bright morning star 明亮的晨星 明亮的晨星 有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 当你看到明亮的晨星的时候 代表一件事情 黑夜要过去了 黎明将要来到了 当耶稣说 我是明亮的晨星 代表一件事情就是 黑夜将要过去 光明将要来到 你现在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也是在天文学上找到的图 你看这个月亮 你可以看到这个月亮 然后呢 上面有一颗星星 那是morning star 你看天已经开始要慢慢地发亮了 下一张图 你可以看见 那个是morning star 在满天的星星里面 可是那是morning star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要宣告 耶稣基督是那个bright morning star 明亮成星 要临到你的生命当中 我要宣告你经济上面的黑夜 将要过去 我要宣告你关系上面的黑夜 将要过去 你健康上的黑夜将要过去 黎明将要来到 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当你遇见了耶稣基督之后 光就在你的生命当中 越照越明 你的生命就走到 越来越光明当中 耶稣说 我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亲爱的朋友 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 祂是生命的光 Jesus is the star 让耶稣基督成为 我们生命当中 照亮我们黑夜的星星 第三个是the treasure 那个珍宝 那个宝藏 第十一节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 跟他的母亲玛利亚 就俯伏拜那个小孩子 揭开宝盒 拿黄金 乳香 墨药为礼物 献给他 亲爱的朋友 这些博学的天文学家 在他们的国家里面 一定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但他们现在 却屈膝 跪下 在这个小baby的面前 而且 俯伏在他的面前 亲爱的朋友 我们都有这种经验 我们去抱一个小朋友 我们说好可爱 你有这种经验对不对 你抱一个小baby 好可爱哦 你喜欢捏捏他的小手 你喜欢捏捏他的小脚 你喜欢捏捏他的脸颊 对不对 你喜欢靠近他 闻他身上的味道 这小朋友 有些人会轻轻地 把这个小baby在身上 然后轻轻地晃啊晃的 可亲爱的朋友 他们对待这个小baby 却不同于任何一个小baby 他们可不敢伸出他们的手来 捏捏他的手跟脚 他们可不敢捏捏他脸颊 他说他好可爱 他们是屈膝在他的面前 伏伏在他的面前 因为他们知道一件事情 He is the king He is the star 他是君王 他是那个星 所以他们伏伏在他的面前 而且当他们来到 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他们预备了贵重的礼物 他们没有空手来见耶稣 亲爱的朋友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空手来见耶稣 Amen 他们献上了贵重的 当然我们要把我们生命当中 最珍贵的带到耶稣的面前来 Amen Amen 亲爱的朋友 我在这个地方 正好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我们今年所收的年终感恩 跟撒种的奉献 在今年 我们看到神做了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从2018年到2020年 连续三年 18年 19年 20年 每一年我们的年终感恩奉献 都刷新了去年的记录 Amen Amen 把荣耀归给主 Hallelujah 但今年 有疫情在我们当中 有疫情在我们当中 可是我们的奉献 再一次地刷新了去年的记录 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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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超过 不是超过一点点 我们超过去年奉献 我们超过了40% 那是神非常荣耀的工作 我相信 那是我们弟兄姐妹经历到神极大的赐福 我也相信 那是我们弟兄姐妹对神极深的爱 你就像东方的博士一样 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你不是空手来的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献上贵重的 你也是献上了 你生命当中很珍贵的 亲爱的朋友 今天 珍贵的有些时候不只是金钱 就像我们的孩子 我们能够给我们孩子的 最宝贵的有些时候不是只是金钱跟物质 还有很多是我们的时间 是我们的陪伴 是我们的心 所以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要鼓励你 在你的家里面 如果你不只是把金钱跟物质给你的孩子 你也把陪伴 把爱给他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是这样子 我们所献上的不只是金钱 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才干 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生命的主导权 他们来朝见耶稣的时候 他们所献上的礼物 让我们再仔细 我们再思想一下礼物好了 礼物要跟我们所送的对象 是相配合的 对吗 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家庭里面 他们刚刚好生了孩子 那么你去看他们的时候 你会想送什么东西给他们呢 可能你会想送 奶粉 对不对 你会想送尿布 对吗 当我生了 不是我生 我太太生了 我太太生了 第二个孩子语安的时候呢 那时候有些人他们来 他们送了非常实际的 就是他们送了 他们问说 你们家孩子用什么样的尿布 然后他们就送了 一整包的尿片来 然后他们就送 他们喝什么样的奶粉 他们就送了同样的奶粉来 可是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要追女生的话 你就不能够送他奶粉跟尿布 对不对 如果个二十几岁的男生 他要送 他要追这个女生 他要送这个人 他要说莫名其妙 你送给我这个干嘛 他当然要送给他 可能是鲜花或香水 对吗 他要送给适合女生的 但是如果你要送给男生 可能又不一样了 其实从很小的时候 你要送给女生 跟男生的礼物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送芭比娃娃给女生 可能女生会非常的开心 可是如果你送汽车跟枪 他不见得会喜欢 但是如果你把芭比娃娃 送给男生 他可能不见得会非常喜欢 但你把汽车跟手枪送给他 他可能会非常的开心 所以当你送礼物的时候 你要去看看 你要送礼物的对象是谁 是小baby 还是是青少年 是男生 还是女生 你送给长辈的时候 也要送给他不同的礼物 我记得我是一个模型迷 我是一个飞机迷 所以如果你到我的办公室里面去 或是你到我的家里面 我的家里面摆满了汽车跟飞机 各样的模型 到现在为止 每次我到百货公司里面去 我都很喜欢逛玩具那一层 文华牧师里面有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孩 所以我到那个地方去 我给我自己的礼物 就是我想要再买一台小汽车或小飞机 然后放在我那个地方 然后有一次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认识一些外国牧师的时候 我总是送给他们最好的模型 飞机模型 然后当时我的好朋友 训证牧师跟我这样讲 他说文华 你不要再一直送你喜欢的东西 好不好 送礼是要送人家喜欢的 亲爱的朋友 送礼是要送人家喜欢的 要送对场合 送对人 对吧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来问一问题 这些人他们送耶稣的礼物是对的吗 他们送耶稣什么礼物呢 黄金 当然是对的 对吧 黄金彰显出他的尊贵 因为Jesus You are the king 耶稣你是君王 所以他们送了黄金 表达他的尊贵 第二个 他们送了乳香 什么是乳香呢 不是乳意 是乳香 乳香是什么东西呢 乳香是一种树 它被割开来的时候 它会流出液体来 这个液体凝结之后 是一种半透明的 这种半透明的 这种它就好像半透明的结晶 然后燃烧起来会非常的芬芳 是一种熏香 在圣殿里面的祭司 经常焚烧这个乳香 所以你知道吗 当他献上这个乳香的时候 代表一件事情就是 耶稣基督你不只是君王 而且耶稣你是祭司 你是祭司 耶稣基督确实是祭司 他是神跟人之间的中宝 他是神跟人之间的桥梁 所以耶稣说 他说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耶稣说 I am the truth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就可以通往天父 慈爱 温暖的怀抱当中 所以耶稣基督 他在十字架上 废掉了冤仇 除去了中间隔断的墙 让两边能够成为一体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跟我一样 你曾经看过这个国际新闻 你可能会永远没有办法忘记 柏林围墙被拆掉的那一天 我小时候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忘记 柏林围墙被拆掉的那一天 然后那一天东德跟西德 他们就正式的统一 可以成为一个国家 才能够就好像这样子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关系当中 有一堵墙 在我们跟神的关系 在我们跟人的关系当中 有一堵墙 但是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让那一堵墙被拆毁掉 让我们跟神和好 也让我们跟人和好 才能够今天我要宣告一件事情 神也要把你跟人的和好 带进到你的生命当中 今天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会跟神和好 但你也会跟人和好 跟你的父母和好 跟你的丈夫跟妻子和好 在我们荧幕的前面 有一对夫妻 你们最近正在谈离婚的事情 但是神这个时刻 正介入到你的婚姻当中 你们会坐下来谈 而神会在你们的婚姻当中 做非常奇妙的事情 就是现在 你知道神在对你的心说话 神在出摸你们 思想你们曾经有多么的相爱 耶稣基督正在拆毁 你们中间隔断的墙 亲爱的朋友 今天神在拆毁 你的家庭 婚姻 亲子关系当中隔断的墙 今天在我们会场当中 有一个人 你跟你的孩子 已经超过一个月 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对话 但今天 神在我们当中 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你们 他是祭司 他是中宝 他带来那个和好的工作 他现在还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 在为我们祷告 他到现在还在为我们代求 亲爱的朋友 耶稣基督是那个君王 耶稣基督是那个祭司 第三个 墨药 墨药也是一种香料 很贵重的香料 但墨药是用在 尸体的防腐上面的 如果有人在一个小baby诞生的时候 送上墨药 这简直就是 如果在台湾人就 呸呸呸呸呸呸 他说这是为了他死的那天所预备的 这么不吉利的话 这么喜庆 你怎么可以讲这种 怎么可以送这种礼物 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 就好像有些人 如果现在有些人来看你 然后就说 我送一个很棒的东西给你 一个钟 在华人文化里面 送你一个钟 这是不能接受的 对不对 但是最后就说 送上墨药 可是亲爱的朋友 这正在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基督 祂是君王 祂是祭司 而祂要为你我在十字架上舍命 祂要为我们而死 亲爱的朋友 既然神会带领这些博士 从东方 从波斯 大老远的 巴山涉水 横跨沙漠而来 祂既然会用星星 来引导他们的方向 那么当然 当然神 也会在他们挑选礼物的时候 告诉他们说 这个祂是君王 祂是祭司 祂要为你我的罪而死 所以你要带墨药来 是为着 祂死的那天所预备的 所以亲爱的朋友 这个礼物表彰出了 耶稣基督 祂是谁 祂是君王 祂是祭司 祂要为你我 在十字架上舍命 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 有一段经文这么讲 祂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的变卖 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 亲爱的朋友 神的国 或我们得救 不只是关乎我们把生命中的珍宝给祂 东方的博士把黄金 乳香 墨药 这些很珍贵的东西来献给祂 你也把你生命当中很珍贵的时间 跟财富来献给祂 可是我告诉你 我说的珍宝不只是关乎我们所献上的 更多的是我们从祂而得的 Amen 亲爱的朋友 更多是从祂而得的 这边告诉我们说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 如果你真的真的知道 某一只股票会涨 如果你真的知道 我告诉你 你可能会默不作声的 不断地买进那只股票 对吧 如果你知道某一块地会涨 你可能会默不作声的 去买下那块地 你怕告诉别人 因为如果你告诉别人之后 那块地就会涨起来了 对吧 你知道你去买那个股票的时候 如果你告诉别人 那个股票就涨起来 所以你如果知道它的价值 你看出它的价值 你身旁都没有看出这个价值 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价值 你就会默默地 不断地去买进它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小时候经过信义区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 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 我爸爸那个对话 就我爸爸在车上 然后指着一个 荒烟漫草的地方 然后说将来在这个地方 会盖一栋全世界最高的楼 叫做101 当我小的时候 我还记得那个对话 那时候还没有 连盖都没有盖 可如果有人 那个时候就有远见 真的更早之前 就在那个地方 开始买地的话 人家说这个地有什么价值 有说 这个地根本就离台北市中心很远 可是有人就开始 在那个地方买地的话 那么他现在就会是一个富豪 对吧 那个时候 如果你可以早就知道这件事情 你可能会愿意 卖掉 处分掉你其他财产 然后把你的财产 集中在那边的土地上面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 耶稣说神的国要怎么比喻呢 就是你看见这个地方的价值 别人都没有看出来 以至于你愿意卖掉所有的一切 来买这个地方 亲爱的朋友 来跟随耶稣基督是需要付上代价的 但是那个代价是因为你看见了 在永恒里面的价值 是因为你看见了神国的价值 是因为你看见了在里面 有各样属灵丰盛的福气 在里面 所以对你来说 你看见那个价值 别人还没有看见那个价值 所以你愿意放下所有 去追求那个价值 而你知道 那个将来会大大的增值 在你的人生里面 还有在永恒的里面 最后这节经文 这节经文将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过是瓦器 但里面却有这个宝贝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上帝的 而不是我们自己的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生命 不过是脆弱的瓦器而已 瓦器没有什么珍贵的 但是我们的生命珍贵 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 祂是那个treasure 祂是那个宝藏 祂是那个宝贝 因为祂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有超过我们自己的智慧 我们就有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 亲爱的朋友 Jesus is the treasure 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珍宝 今天 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三件事情 第一个 耶稣基督是君王 第二个 耶稣基督是那颗心 是那个领路的心 也是那个明亮的诚心 第三个 耶稣基督是宝藏 这个宝藏值得我们献上 我们生命当中珍贵的 来交换 那个永恒的 无尽的宝藏 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亲爱的朋友 我们生命不过是个瓦器 可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 宝贝就进到我们的里面 今天最后的问题 我要问你的问题是 那你想要做西律王 西律王是一个 阻挡耶稣的人 他担心耶稣会威胁到 他 他担心到耶稣会威胁到 他的权柄 他的地位 他现在的生活方式 你知道很多人呢 因此他就竭力地 想要扼杀掉耶稣 他杀掉伯利恒里面的 其他的小男孩 因为他希望完全地 除灭掉耶稣 今天在我们当中 可能又有人 你非常的害怕 你信了主之后 那我就必须要改变 这个坏习惯 那个坏习惯 我不能够再做这些事情 不能再做那样的事情了 因此我还是不要相信 耶稣好了 亲爱的朋友 这样我们跟西律王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西律王害怕需要改变 以至于他去扼杀掉耶稣 亲爱的朋友 今天不要去压抑 跟扼杀掉耶稣 可是今天我们也不要 做那些文士 那些文士 他们虽然知道 圣经里面记载 伯利恒要出一个将来的君王 他们有头脑的知识 可是却没有内心的降伏 基督徒我们也不要 做这样的人 我们头脑里面 虽然很多 关于神的知识 但我们的心里面 却没有那样子 对神的跟随跟降伏 他们守之圣经 但却没有到伯利恒 亲自地在王的面前下半 第三个 还是我们要做 东方的博士呢 这些东方的博士 他们不远千里而来 他们横跨沙漠 经过一切的危险 因为他们来 他们知道 耶稣是君王 耶稣是那颗心 耶稣是宝藏 荣耀归给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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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朋友 今天你要做一个 这样的抉择 好不好 我们从会上面站立起来 亲爱的朋友 今天 我不是只是在对 新朋友说话 我不是只是在对 福音朋友说话 我是在对每一个基督徒 今天在这个会场当中的 每一个人 我觉得耶稣 拆派了我 对你来说话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很少传讲 这样的信息 我们常常讲 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我们常常说 耶稣他就是爱 可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错过一件事情 你就错过了全部 耶稣基督 他是君王 他是这个宇宙的君王 他是这个地球的君王 他是我们国家的君王 他是你我生命当中的君王 过去当我们治理 我们自己有生命的时候 我们生命一团糟 我们跟自己的关系不好 我们的财务可能不好 我们的健康可能不好 可亲爱的朋友 耶稣是我们的君王 代表把我们 说我们是你的子民 我们要全然的降服于你 我们要全然的跟随你 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 放在你的统治 你的统管之下 主我们要把主权献上给你 你是我们生命的君王 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君王 耶稣是这个教会的君王 第二个 今天我们当中 每一个你说 主 我需要这颗心 主 我生命当中 正在这个抉择的时刻 我正在这个黑暗的黑夜里面 主 我恳求你 让黑夜能够过去 让黎明能够来到 主 你告诉我 在这个抉择时刻 我该只走还是该转弯 我该接受还是该说No 主 我恳求你 让我知道你的心意 像那个带着我走的星星 第三个 亲爱的朋友 耶稣基督你是那个宝藏 主 我愿意献上 我生命中珍贵的 是主 你才是那个 最宝贵的宝藏 如果没有你 我的生命只不过是 一个空的瓦器 没有任何的价值 可是今天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 好让我能够有 超过我的智慧 超过我的能力 超过我的恩典 我不想再靠着我自己 主 我想要显明 那个莫大的能力 不是出于我 是出于你 主 你值得我 变卖所有的一切 去追求你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当中 如果你 你说主 我要让你成为 我生命中的君王 成为那颗新的 我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今天我想邀请你 我只有做这样的祷告 可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我要你立刻 来到台前来 即使你是个基督徒 你已经信主 二十年 三十年 可是今天 你说主 我要让你成为 我生命中的君王的 或是你是新朋友 你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 好不好 立刻来到台前来 这样的人 我要邀请你 立刻来到台前来 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里面有一个 非常强烈的感觉 是耶稣基督 祂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 你知道你的生命当中 还有一些部分 是你没有完全 没有完全地交给主的 但今天在你的心里面 有个很深的呐喊 你说主 我想要全然地交给你 我的前途 我的未来 甚至不是只是关乎你的前途 是你的家庭的未来 是关于你孩子的未来 我们当中有父母 你对你的孩子 非常地掌控 你总是紧紧地 把孩子抓在你的身旁 但今天 你对主说 我要全然降服于你 我的孩子是属于你的 我的孩子是属于你的 只有今天在我们当中 我不管在荧幕的前面 还在现场 有些人你知道吗 你的孩子也许他听你的 可是他的心里面 非常的不快乐 他在你的面前 他顺从你 可是他的心 好像慢慢地 他的心却向你关门了 你里面一直说 我好想要跟他 有新更新的连结 可是为什么 他向我关门了 亲爱的朋友 今天神要你放下这个掌控 今天神要你放手 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些人 你感觉到你好像 试着想要去抓住一些东西 可是你越想要抓住的时候 你越抓不住 可能在你的工作上面 可能在你的事业上 或在你的关系上 可是亲爱的朋友 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放手 你交给神 你说主 我要全然交给你 我承认 我承认我没有办法 靠我自己的方式 我承认我生命当中 还有太多 没有完全地交给你的 对 今天我在对那些 信主很久的人说话 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 像那个东方的博士 他们放下 他们的头衔 放下人们对他们的尊敬 他们全然地降服 在耶稣的面前 他们俯伏在耶稣的面前 他是那个领路的心 他是那个 明亮的明星星 他是那个明亮的晨星 今天你跟着他 你紧紧地跟着他 你说主 你做我的君王 你做我公司的君王 我不再依靠我的智慧 我不再依靠我的聪明 我不再夸耀我的经验 今天我说主 你是我的王 我们当中有人 正在面对手术 你在想我要不要 做这个手术 我要不要做这个手术 这样的朋友 今天我们当中 有好些人 你真的需要神 在你生命当中掌权 我感觉到一个 非常深的迫切 不管你今天是第一次来 还是已经兴趣 很长的时间了 可是今天 你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 你真的感觉到 你需要降服 我看到 在我们当中有人 有人 你做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非常好的福利 非常好的薪水 你说主 我为什么需要放下 可是我知道 神在呼召你放下 我不知道神 要带你怎么转 可是我告诉你 神在对你说话 神说 孩子 你生命当中 那个转弯的季节到了 我知道当我这么说的时候 我们当中 有人 你很清楚地知道 神在对你说话 而当你要转过去 那个东西 你说 主 那个薪水 不如我现在的薪水 亲爱的朋友 重点来了 你是不是让耶稣基督 做你的君王 让耶稣基督 做你的君王 当你高举双手的时候 是把你的生命 的主权献给他 要把你里面的感觉 献给他 今天在我们当中 有人里面的感觉 太强烈 这个感觉 是一种失望的感觉 是一种受伤的感觉 可能是怀疑的感觉 可能是你像某一个人 关闭你的心门 我感觉到神在我们当中 不只是 要让你跟他和好 也是你跟人和好 但有些时候 我们像人关门 我们可能像我们的 另外一班关门 像我们的父母或孩子 像我们公司里面的人 甚至像教会里面的 弟兄姐妹 你可能像他关门 可能里面有委屈 有受伤的感觉 也许你里面有成见 今天要把这个 带到神的面前来 带到耶稣 这个大君王的面前 像他们的 今天我们当中 有些人 你需要把你对 你孩子的掌控 交到神的面前 我们当中 有些人需要把你 对健康的担忧 交在神的面前 有些人必须要把你 对财务的恐惧 交在神的面前 有些人需要把你 对未来的抉择 带到神的面前 你高举起你的双手 接下来唱 最后一次的时候 你不用跟他唱 这是你祷告的时间 是你跟耶稣基督 祷告的时间 我只知道你命 耶稣基督 勇被君王 来这世上全命 将来我们 要与他作王 他唱阿弥陀佛 耶稣基督 是弥赛亚 他是圣剑 唯一 灯光鲜明 我们爱在地王 弟兄姐妹好不好 我邀请你把手放在心上 我们向这个 爱戴的王来祷告 当牧师说一句的时候 我邀请你 跟着我一起来说 这个祷告就成为你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为我而降生 你是我生命中的君王 你是我生命中的那颗心 带领我前面的道路 驱走黑暗 带来光明 耶稣你是珍宝 我要打开我的心 邀请你进到我的生命当中 我这个残破的瓦器 里面就有了宝贝 就有最珍贵的宝藏 就会彰显出莫大的能力 耶稣基督谢谢你为我而死 耶稣基督谢谢你为我而死 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洗净我一切的罪 我要接受你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君王 从现在开始 我是神的儿女 我拥有永生 我大有盼望 我要跟父神和好 我的家庭里也会有和好 在关系中会有和好 每一天都会经历到恩典 每一天都会经历到恩典 主我要像东方的博士一样 祝我像东方的博士一样 降伏在你的面前 将最生命中最珍贵的献上 耶稣谢谢你 你要将祝福倾倒在我们生命当中 耶稣我们爱你 我们跟随你 我们将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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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拍下我们荣耀 归于我们的主 哈利利亚 弟兄姐妹 在最后他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要你做一件事情 你可不可以转向你旁边的人 特别是如果你带新朋友 我要给你送给他一个礼物 你为他来祷告 如果今天你邀请你的家人跟朋友来的 你可不可以立刻转向你的家人跟朋友 按手在他的身上 为他来祷告 如果今天你没有家人跟朋友 没有带他来的 你可不可以按手在主内的弟兄姐妹的旁边 当今晚能唱最后一次这首诗歌的时候 好 我把握机会 为耶稣祭祝福 为人们来祝福祷告 这些你会送给他最宝贵的礼物 我要邀请你为新朋友来祷告 为你所邀来的家人朋友 为他们来祷告 主 我们合等地感谢你 主 愿天父上帝的慈爱 耶稣基督的恩惠 圣灵的感动 能力 医治 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主要从今时直到末了 主 我们谢谢你 主 我们宣告 在下个礼拜当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主 我们要一起来领受double blessings 双倍的祝福 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上帝赐福给你 上帝赐福给你 Merry Christmas Day Amen 耶稣叫神